年准会降息只是一个理由 就是要避免经济出现金融系统风险 他是对金融事件做反应才会降息 所以华尔街如果希望年准会降息的话 最好自己自导自演一场金融风暴 如果没有金融风暴的话 年准会不会降息 各位小军超人Plus全球华人的观众朋友晚安 我们要连线给国际政经专家吴嘉隆老师 老师晚安 小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有几个面向跟吴嘉隆老师请教 第一个包括了联准会 美国FD的升息应该怎么进行解夺 因为5月4号凌晨2点钟再度宣布升息 美国的联准会的升息 一般认为都有战略目标 他的升息会带来经济的大衰退吗 包括对中国的效能跟他的冲击是什么 而台湾怎么去因应 那么其次我们要来看看的是 楼翼角逐2024总统大选的郭台铭说 台湾需要一个CEO 我们今天要邀请吴嘉隆老师来帮我们检视 那过去 郭台铭扮演各家企业的CEO 他的企业经营模式是什么 这个部分也要请吴嘉隆老师帮我们好好的聊 我们先来看 联准会因为再度升息 他的基准利率是上调25个基点到5%到2.5%区间 那我请教吴嘉隆老师 联准会再度升息应该怎么进行解读 他的战略目标 真的是锁定中国吗 联准会的升息每一次都一样就是有一个理由就是对付通膨 因为那个货币政策的产品呢就是中央银行的产品叫做货币 货币的实质购买力不能一直在下降再流失 如果你的产品的那个价值一直在下降的话 那你的东西叫做瑕疵品 所以中央银行不能向人民推出一个瑕疵品的东西 所以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维持 物价稳定 维持货币的购买力的稳定 所以他升息的主要目的就是打通膨 那升息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做实质利率 就是你的利率扣掉通膨率 我打个比方啊 你现在有100块钱 你可以买100块的那个价值的那个物品商品啊 那如果你去赚利率 假设利率比较低 假设利率是5% 你的通膨是7% 假设通膨比较高一点 那么一年后 你拿到利息变成105块 你的手上变成105块 可是你要买的东西变成107块 因为通膨率是7% 那你不核算 你干嘛去换款赚利息呢 在这种情况下实质利率是负的 利率减掉通膨率是负的 那么逼得大家赶快把会贬值的购买力 会流失的这个货币 赶快甩出去去抢物资 甚至于去买那个 你觉得会保值的资产啊 通膨的预期心理会逼大家这么做 那用我们的术语讲 叫做货币流通速度变快 然后整个总需求 因为大家抢东西嘛 整个总需求会上升 结果通膨就没完没了 所以联准会对付通膨一定要升息 这个利率要追上通膨率 还要超过 让实质利率变正的 那之前啊 因为那个量化宽松 实质利率是负的 那个利率接近零嘛 那现在一定要 因为现在通膨率很高嘛 以联准会自己常常用的通膨数据 叫做核心PCE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根据这个指数的话 目前的通膨率 在4.7%到5.0% 现在的利率已经追上了 终于追上了 但是还得超过 我们回顾一下上一次大通膨时代 就是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用CPI来讲的话 他的高峰值在14.8% 可是利率后来升到20% 大家都知道20% 超过5个百分点 才把通膨打下来 那我们这一次如果利率超过通膨率 哪怕只有2个百分点也可以 如果这样子就把通膨打下来 那已经非常好 我们现在的是利率追上了通膨率而已 只要这样子 所以应该估计还会超过一下 所以联准会 一定要把利率升的够高 所以他们一直在研究 什么样的利率才产生足够的限制性 就是货币紧缩要到位 然后再高点的撑一阵子 然后产生紧缩效果 把通膨打下来 然后联准会还特别讲 就是提早降息是不适当的 为什么 因为过去的确有利率升高之后 企业那个反应 那个要降息 结果联准会也真的降息 结果降息完了之后 通膨卷土重来 只好再升息 如此这般折腾了三次以后 联准会才明白说 太早降息没有用 因为通膨会卷土重来 所以这一次联准会讲了几句话 第一个宁可紧缩过度 也不要紧缩不足 然后提早降息 过早降息是不适当的 然后再来说那个 能够软着陆不用衰退最好 如果实在要经济衰退的话 可能不得已 会让家庭跟企业感受到 货币紧缩的痛苦 他居然用痛苦这两个字 英文叫做paint 好总而言之联准会升息 必须一次把通膨打下来 才能够放松手 否则的话 提早松手提早放松的话 那么会让通膨卷土重来 而且如果现在比如说有人说 今年下半年就要降息 太早降息的结果 不是让经济衰退可以避免 而是让通膨持续再高位 通膨持续得到支撑降不下来 所以联准会不会再上这个档 那华尔街很多金融市场的分析 是不懂这一点 他们只是希望说 联准会赶快降息赶快降息 这个没有用 这是一厢情愿 好现在我们看这个升息的效果 第一个 他创造了跨国的利差 美国对欧洲 美国对日本 美国对中国这个有个利差 那国际资金 国际热潜是追逐高报酬 所以有跨国利差出现的话 资金回流美国 然后量化宽松的期间 很多新兴市场 在金融市场借美元资金回国内用 那这个例子 尤其是中国那边 很多中国企业在海外 发行美元计价的债券 借了资金回国内换成人民币使用 那现在美国升息了 那资金就回流美国 离开新兴市场 那资金离开中国 离开香港回美国 我把这种效果把它形容为相当于 美国在对中国抽银根 资金离开中国回流美国 那抽银根的结果 对中国经济当然会有压力 因为中国现在是货币放水 在货币宽松 美国是在货币紧收 为什么 因为美国有通膨 中国有通缩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那个硬冷 一热的这个对比 那中国为现在被抽银根的结果 马上看到 房地产的那个危机会恶化啊 资金被抽了嘛 那房地产的问题 我们这边再补充一下就是他影响到 地方政府的财政 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里面有40% 是属于土地转让收入 就是开发商跟银行借钱去批地 来做开发做项目 那这地方政府就有40%左右的财政收入 来自于这个土地转让 结果现在房地产危机以后 开发商不敢再去批地 来搞项目 因为现在已经是房子卖不出去嘛 那结果地方政府的那个财政压力 现在连上海也已经赤字了 最后一个省级单位的话 上海也赤字了 现在全中国包括浙江广东都是赤字 那有些更严重 像贵州的话非常严重 黑龙江也很严重 所以房地产危机带出地方财政危机 然后反映出中央财政没有能力 对地方政府做移转性支付 中央财政危机也非常严重 后面还有国营企业的债务危机 这是一个 再来 那个这些 房地产的产品通常是银行贷款的抵押品 银行接下来银行会有很多呆账 金融危机在后面等着 那 房地产危机的前面是什么 是就业危机 很多人因为被裁员之后 还是被减薪之后 没有能力付房贷就在断供 那就业危机的前面是什么 就是出口跟制造业的订单 移转掉了 订单跑了 那订单为什么跑了呢 因为当然就是那个贸易战开始 后来又有病毒疫情 那这些情况表明了就是 美中关系搞砸了 造成出口跟制造业的订单的怪语等等 包括技术禁运 比如说镜片不卖给华为这样子 那所以呢再往前退一步的话 就是习近平把美中关系搞砸了 跟美国硬干 结果美国不客气 拿出一些杀手锏 结果造成了整个骨牌效应 从出口制造业的订单外移 到就业危机 到房地产危机 到地方财政危机 到后面的银行危机 然后现在就会引爆 这个中共内部的这个权力斗争 要追究责任的 要应变等等等等 所以联准会的升息 在美国是对付美国的通膨 但是升息的结果 影响到全球资金流动 影响到资金从中国离开 回美国 那就相当于效果上 我说效果上相当于 是对中国抽盈根 这是一个 另外的话 大家知道这个升息 是对付实体经济的通膨 就是要降温 要把实体经济降温 像现在失业率那么低 根本没有办法打通膨的 你现在失业率低 哪里失业率低 中国的失业率非常高 失业率低是指美国这边 美国的失业率现在3.5%上下 这个是相当低的 因为充分就业是4% 他居然低到3.5%附近 那这个失业率那么低 然后大家容易找工作 职缺比硬要找工作的人还多很多 那就业市场这么火热的情况下 不可能打下通膨 为什么呢 因为工资的增长现在很高 门槛是4% 现在工资的增长率都5% 4.7%这个地带 那这么高的工资的情况下 不可能打通膨打下通膨 所以联总会的升息一定要升到 工资增长率降下来 所以很可能一定要拉高失业率 因为要拉高失业率 联总会才打招呼 说家庭跟企业会感受到痛苦 是这样来的 联总会的那个失业率的预测 今年年底是预测4.6% 现在才3.5% 3.6% 那还有一个百分点的失业率要追赶的 要提高了 要提高失业了 那所以联总会心里有数了 这个美国经济这边可能要 这个真正降温才能够解决 所以然后呢 他这个升息首先在金融部门 刚刚讲实体经济部门要降温 对不对 那在金融部门的话 升息的结果让债券的殖利率要跟着走高 然后价格就走低 那债券价格走低的话呢 就有亏损 你投资部位就出现亏损 这就是矽股银行的那个事情 那问题是 债券的亏损不是只有矽股银行 或其他中小银行 大银行也是 像美国银行VOA 他的那个债券投资部位的亏损 据说已经超过1000亿美金 总而言之 这个量化宽松期间的资金 在美国的话 跑去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有泡沫 所以现在的升息也是在去泡沫化 所以在实体经济叫做去通膨 在金融部门叫做去泡沫 尤其是债券泡沫 当然也包括股市的泡沫 跟黄地产的泡沫 也都会受到升息的影响 然后接下来就是抽银根 国际面的那个抽银根 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那个全球化 这个事情 因为美国的升息 其实也有影响 就是呼应当中 我讲的那句话叫做 全球化已经死了 那背景就是现在美国的那个升息 把原来量化宽松期间流出去的资金 现在抽回来 那这个会影响到整个全球化的布局 所以美国的货币政策看起来 它的升息所引发的一个经济效应 对中国冲喜是非常大 刚刚这个吴嘉老师提到 在中国的货币形同 其实是放水的情况底下 现在呢 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的是 它的联主会的升息 依照你所讲的 恐怕短期之内不会降息 那接下来如果短期之内不会降息的话 一再的升息 如果还有下一波的话 对于中国的经济情势 会怎么影响 包括美国资金会持续 大量达量回到美国吗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中国企业现在在美国上市 美国好像祭出了更严厉的措施 这个部分 老师可以帮我们进一步分析 详细一个内容吗 那老师 好 好这个就是美国的升息 还有一个背景 整个整体搭配的就是金融脱钩 就是金融脱钩 第一个哈 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 那美国原先是特别通融 现在要求比照美国企业 要交出会计师 审计过的财务报表 以免美国投资人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这个理由很正当 因为所有美国的企业上市的话 都要交财务报表 这个财务报表一定是要会计师查账审计过的 那以前对中国企业没有这么要求 现在要回到正常啊 就是要要抵照 那中国企业拿不出财务报表的原因是 共产党有 中共有下令说 财务报表不能提供给外面 那美国说不行啊 你不能让我美国投资人那个承担不必要的风险啊 对不对 资讯要透明 所以呢 没有办法做到的中国企业就要下市 然后有些就主动下市 主动退市也有啊 要转到香港去 可是第一点就是美国资本市场不再提供这个优惠啊 特殊条件给中国企业要比照办理啊 比照这个美国企业办理 交财务报表 这是第一点 那不行的话就退市 第二点是美国的退休基金还有养老基金等等 不再去中国找投资标的 就是美国的资金不过去 可能会经由香港进入中国去找投资标的 那这个部分也不行 当然第三点呢 对第三点的话 矽谷银行是主要客户是新创企业 那新创企业里面有很多是中国企业 那中国企业来美国融资的管道 重点就是矽谷银行 那矽谷银行出市以后 整理这个管道被切断了 被封闭了 然后再来就是 那个大招 还有两个大招 就是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 就是港币跟美元之间接近固定汇率 那香港可以跟美国掉资金 掉美元资金 那现在呢 因为中共 我插播一下 中共要推广 推动数字人民币 就是等于电子货币 那数字人民币下去的话 原来的纸币啊就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原来的那个高官啊 很多贪腐的钱 放在地下室 放在那个床铺底下的那些纸钞 都要赶快拿出来啊 然后他怎么弄 他们就到香港 因为赴港空 到香港去买股票 用人民币买股票 可是买了股票之后 卖的时候是拿到的是港币 买的时候可以用人民币买 卖的时候是拿到的是港币 然后拿到港币以后 在香港直接换成美元 汇走了 资金外流了啊 那这个时候掏空的是香港的外汇储备 那因为数字人民币的结果 本来是要应对那个地方财政危机啊 那个地方政府的那个账号 后面多一个零少一个零 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啊 这个本来是要用数字货币来 缓和一些金融问题 可是呢 数字货币等于是相当于是币制改革 就相当于以前我们用新台币换旧台币啊 币制改革 币制改革的结果比例不见得是1比1啊 有时候说不定 10张10块钱的纸钞换1块钱的 那个电子货币也说不定啊 不一定 然后总而言之 数字货币把很多纸钞逼出来 逼出来结果 他们就跑去香港买股票 然后再卖掉以后变成港币 再买美元 然后等于是跑掉了 那这个结果会掏空香港 所以美国不见得会继续支持 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 那这个会非常严重啊 那再来一点 中国跟香港的银行有可能到时候在金融制裁下 被踢出美元结算系统 这个就是美国前一阵子对俄国已经 给搬出来的金融制裁 如果到时候 有具体证据说中共去支持俄罗斯 在乌克兰战争这边啊 那美国已经警告了会搬出金融制裁 那金融制裁一出来的话 那也是大招 相当于金融的核子弹一样 那个都很严重 那美国现在是切香肠 一片一片切 一片一片切 一步一步升级 在金融的脱钩方面 美国其实已经下定决心 所以不再提供中国企业融资管道 然后不再去中国找投资标定 然后对香港还有对中国银行 可能后面还有金融的大招 那这整个图像就是美国在金融领域的 强硬立场 然后原本在技术方面 限制华为买设备 限制中国的半导体企业 买半导体的设备啊 软件啊什么什么 这些都是技术禁运 所以整个讲起来经济在里面 第一个客关税 不再提供你那个出口市场 客关税再来技术禁运 后面还有金融制裁 所以美国在这个经济领域的 那个广义讲经济领域的 武器是蛮多的 那这些都会让中国很头痛啊 因为这些都是大招啊 越来就是美国越来越搬出大招 美国的做法一句话讲 就是美国先给最后通牒给警告 就好像交通警察在入口的时候说 你如果闯红灯我就开花单这样子 那中共就偏偏闯红灯 交通警察只好开花单这样子 所以美国都会把话讲在前头啊 你不可以做什么什么是违规的事情啊 你必须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啊 然后如果中共违规的话 美国就说那我只好制裁你啊 美国都是这样玩 就是一面对话一面对抗啊 先礼后兵 然后中共就偏偏厌不下这口气啊 就一定跟美国对干 然后美国就说 美国就笑出来了 然后就开花单了 是这样子 你看那个美中对抗一路以来都是这样子 像扣关税的时候中共觉得没面子 就说 哎 奉赔到底啊 以牙还牙奉赔到底 啊结果美国说好啊好啊 然后就就加关税一直加 所以我们现在看出来美中对抗的局面 看起来美国这边的这种操作 是下定决心了啊 大概美国已经已经对中共没有任何期待了 大概下定决心了 所以你看出来从贸易到技术到就是科技啊 到金融美方的强硬立场啊一招接一招啊 所以从升息讲起经过这个抽银跟 经过房地产危机再回来看美国的对策 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地缘政治跟地缘经济的整个图像啊 是这样子 老师会引发金融风暴 甚至金融风暴之后所带来的经济衰退吗 会吗 一定会 一定会 几乎是百分之百对 虽然不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发生 我们只能说很可能 非常非常可能这样 但是几乎逻辑上来讲一定会 逻辑上会 所以美国本来不在乎 呃在升息之后引发的金融风暴 所爆发的经济衰退 他认为无所谓是吗 不是无所谓 而是说第一个这个旧的起来 你回想一下哈 那个40年前的时候那个 美国的利率不是到20%吗 1981年的时候 818那个时候啊 利率20% 就是那个背景我们推出军工价18%是这样来的嘛 那时候的时代背景 那个时候有没有造成经济那个衰退 有 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啊 不是那么快就结束 请问你后来美国经济有没有救起来 有啊 雷根经济学啊 有没有 那个时候有救起来 到柯林顿时代的话 还网络 资讯通讯产业革命嘛 记不记得 经济救了起来 但是通膨一定要打下去 任何救经济的措施才会有效 如果通膨没有打下去 你就去救经济的结果 是支撑通膨 而不是那个把实体经济拉起来 没有办法 所以现在如果降息的话 不是避免经济衰退 而是助长通膨 延续通膨的生命而已 所以联准会现在一定不能降息 他一降息的话绝对是犯错啊 然后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你刚才提到了就是经济衰退是这样 因为利率倒挂 就是我再讲一遍啊 升息的时候通常会升过头 我比方一下 你去洗澡的时候要转热水 对不对 那一出来的时候是冷水啊 于是你就拼命转转转 转到最后热水出来的时候 已经被烫到了 对不对 类似这样子 就是说 升息他现在没有看到 物价指数下跌嘛 所以他一定升嘛 升到最后的话 终于看到物价指数下跌了 对不对 大幅下跌了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已经升过头了 第一个 好 升息的过程直接带动的是短天期的 公债的殖利率 因为短天期跟联准费的利率 有高度的替代性 所以联准费的利率一动的话 短天期的公债的殖利率 就是国库券啊 那个殖利率就跟着动 因为他们替代性高 那短天期的利率 本来应该比长天期的利率 比如说10年级20年级 应该来的低嘛 短天期的话应该比较低 长天期的利率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长天期承担的风险比较多嘛 时间比较长嘛 所以长天期的利率照说应该 比短天期的高一点啊 可是短天期的利率 因为随着联准费上升的结果 这个长短利差就被压缩 到最后短天期的利率超过长天期 那个叫做利率倒挂 所以升息升到最后 会出现利率倒挂 短天期的利率 反而比长天期的高 像现在我们目前就是了 目前已经在利率倒挂当中 再来利率倒挂到最后呢 是这样子 短天期的利率是银行的资金成本 长天期的利率是银行的资金收益 银行换款是 像企业换款都是长天期嘛 那银行对那个 活期存款 互利息是短天期的利率嘛 所以长短利率倒挂的结果 银行的资金成本 超过他的资金收益 他开始受损 他开始受伤了内伤了 所以你会看到银行在苦撑嘛 那肯定 将来终于有一些银行撑不住 利率倒挂 最后一定会让某些银行撑不住破产 然后就变成金融事件 甚至于金融危机 那这个时候联准会才降息 联准会降息不是因为通膨数据有缓和 有放慢 不是的 联准会降息只是一个理由 就是要避免经济出现金融系统风险 他是对金融事件做反应才会降息 所以华尔街如果希望联准会降息的话 最好自己自导自演一场金融风暴 如果没有金融风暴的话 联准会不会降息 过去三次联准会降息 全部是因为金融事件 金融领域出问题了 他要降息来来应对金融危机 避免金融系统风险 因为资本主义的金融系统不能出问题 经济衰退可以 但是金融不能崩溃嘛 所以联准会只有看到金融危机 金融风暴的时候 他才会降息 所以华尔街一直呼吁联准会降息 期待联准会降息 一直如此的向投资人来做宣传 那你干脆自导自演 所以这一次矽谷銀行事件 我觉得是高盛 推出来的牺牲打了 因为矽谷銀行是不大不小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那些高盛还说大型银行股 比如说花旗摩根大通 美国银行 富国银行 这前四代银行的股票不是因此跌了吗 他说可以买 可以危机入市 为什么 因为矽谷銀行不大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是可控的风险 然后高盛用这个案子要来对联准会逼宫 要联准会 放慢升息甚至于降息 或者是至少暂停升息 结果联准会只是从升两码 变成升一码 有稍微缓和一下下 那所以我才说 如果联准 我华尔界真的希望降息的话 一定要自导自演一场金融危机 因为联准会只有在金融危机下 才会降息 不是因为通膨数据放慢降息 为什么 联准会讲通膨数据确实有放慢 但是仍然在高位 5%的通膨率 你叫联准会不升息 不可能 那降息更不用说 那所以呢 现在看出来 只要利率倒挂 银行就在受伤默默流血 然后最后会出市 出市以后 那个联准会降息 降息的结果 利率倒挂的那个现象消除 因为降息的结果 把短端利率降下来 终于让长端利率恢复为正的 长端利差恢复为正的 可是 结论来了 这样子已经无法阻止实体经济 滑入衰退 所以目前的利率倒挂 几乎保证将来一定会有经济衰退 所以我想请教几个问题 这个通膨对台湾的冲击会是什么 台湾相对也有通膨的问题吗 第一个我们看到股市跟房市 这两个经济橱窗里头 房市很多人说 他们每天收到这个简讯 哇 现在好像是一个 世界末日的一个宣布一样 当然不是这么严重 但对于很多中小阶级来讲 一波一波的一个升息的结果 那个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每一次几千块钱几千块钱 现在的利率里头已经来到2.1了 现在所有的你要买房子 你要带到2以下的利率呢 百分之百几乎不可能 除非银行就是赔钱 但是银行的成本压在那个地方 你要利率超越2 那个几乎稀松平常性 就来到2.1了 对于一般老百姓的压力是有的 还会继续升息下去吗 那短期之内也像美国一样 降息的几率是越来越低吗 那股市的一个资金流向方面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连串的影响 很多的外资也大卖股市 所以台湾的冲息跟台湾的因应 这个部分来 吴家朗老师 哎台湾多少要跟着升息 只要台湾这边有升息 我们这边是升半码 那美国那边是有时候升三码 升两码 升一码这样 那我们顶多就升个半码 那是这样子 那个我们知道升息 首先影响到黄贷的这个支付 很多那个黄贷的那个压力 互还款压力就上升了 这个是美国跟台湾都一样 所以我们的黄贷主的话 先哀哀叫 这个每个月的负担加重了 这是第一个 那台湾的通膨的确比美国轻很多 美国的话 从9%到6%到5% 大概在5%多6%之间 然后欧洲是两位数的通膨 所以欧洲的那个也更严重 那台湾的通膨率大概在3%上下 也许2.8%到3.2%之间 那所以理论上我们没有那么严重 一个部分原因当然是油电被控制了 政府在补贴了 那总而言之 表面上台湾的通膨就没那么严重 所以台湾的利率的确不用像美国升那么高 那台湾的利率现在低于通膨率 所以算是实质利率是负的 实质利率是负的 那所以台湾理论上有升息的空间 但是中央银行考虑到房贷族 所以不敢升那么多 这是台湾的情况 那另外台商的在中国的部分 也要赶快撤出来 不然的话将来资产的损失会更严重 因为中国那边肯定要收割 他从自己的民营大型企业 阿里巴巴 蚂蚁金湖 滴滴出行 京东方都在收割 那台商不收割是不可能的 如果共产党不对台商收割的话 那就不叫共产党了 所以台商要懂得赶快跑 不要再怀疑 不要在那边说我还有很多 机器设备什么资产留在这里 听说日本人怎么跑呢 整个工厂丢着就直接走了 你要就给你了 真的 很多日本就直接撤了 因为现在韩国也撤了 你看韩国现在表态 站队美国这边的 跟日本和解的 知道中国市场那边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购买力 就是中共的外汇其实不够支付了 所以德国本来要卖汽车的 现在德国也站回欧洲美国这边了 德国本来想跟中共好一点 他要把汽车卖进中国市场 现在发现没有购买力 外汇外汇有问题嘛 现在我们看出来台湾的部分 第一个房地产的受到升息影响 再来的话 请注意哦 这个国际面的影响是这样 美国升息会造成全球景气下修 景气前景 经济前景下修 那第二个就是消费电子行业前景下修 再来半导体产业的前景因此下修 结果你这个是逻辑哦 结果你已经看到台积电的法硕会 已经告诉你 他的那个营收获利在下降 所以我们这个逻辑 其实可以在现实里面得到印证 就是升息的结果是压缩了全球经济的前景 压缩了消费电子业的前景 最后压缩到半导体产业的前景 那这个短期内肯定是没办法回避这个问题 所以台湾的大盘 因为有很多的科技股 包括台积电 在内有很多的科技股 那所以这些科技股最近的表现都有压力 就是指数站不稳 1万6在1万5这边震荡 然后最近开始往下走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台湾的金融市场 股市这边受到美国升息的影响 也拉不起来 就是没有跌已经不错了 没有大跌已经很不错了 台湾已经相对好了 相对于美股的表现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台湾的那个出口 如果受影响的话 那必须依赖更多的内需市场 来提升总需求 那现在国内旅游的话 可能被国际旅游开始取 那因为国际旅游解封以后 很多人赶快跑出国 叫做报复性旅游 那个国内有报复性消费 现在我们看出来这个台湾人在疫情期间闷久了 所以现在要拼命的往国外跑 那个透一口气 那这个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一些现象 那接下来我们台湾的一些新产业的发展 那个要继续做 比如说我们的雏能 军工产业 生技 一些新兴产业 可能要继续推动 然后我们要注意水电的供应 因为半导体在南部的投资现在虽然速度有放慢 因为订单的影响 因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都不景气了 所以我们台积电在南部的建厂有放慢 那南部的房地产因为台积电的投资有拉起来 现在也可能要吐回去一点 拉回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台湾是利多跟利空消息并沉 但是短期内可能必须面对 乌克兰战争的不确定性 美国升息的不确定性 还有美国的预算 联邦政府是不是关门 那个债务违约的风险 这个短期内也要面对一下 然后下半年的话 会进入中共跟台湾这边都会有政治变动 也是一种风险 今年的不确定性实在很多了 不好分析了 下半年的风险是什么 你说台湾下半年有总统大选 在明年初的时候 中国你说它的政治斗争 内部的政治斗争 会更加的恶化更加的严重 是吗 两件事 中共这边有两件事 一个是它内部的权力斗争 因为习近平表面上是第三任的 全面接掌大权 但是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习近平面对很多的问题 他现在有点受到这个党内的逼宫 所以他现在内部权力斗争很激烈 那很可能到今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会有一些结果出来 也说不定 他看习近平是未免成功 还是被被人家换下来啊 这个都都要看今年下半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台湾大选 美国一定会出手啊 来影响台湾选民的投票 中共也会出手啊 在影响台湾选民的投票 所以两方面都有大都会有大动作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本来说4月初要来台湾 现在如果把它改成9月初 还是10月初来的话 那是不是又要造成一些新闻 造成一些风波 对不对 很热纳对不对 然后到时候 就是说美国可能会派什么舰队通过台湾海峡 来证明说这里是国际水域等等 总而言之会有一些动作会有一些事情 那可能会升高紧张 中共也会有所回应说 这个怎么输人没输人 他们也要表演一下这样子 所以我是说台湾随着台湾大选 进入这个短兵相接的这个阶段 美国跟中共都会有动作 都会企图影响这个选举结果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知道嘛 之前都有这种记录了嘛 双方都会出手嘛 都会有那个出招了啊 企图影响台湾大选 所以下半年 另外下半年还有一件事 就是乌克兰战争 到底那个俄国那边撑得住撑不住 因为接下来两个月 5月6月的话 乌克兰的反攻大概会展开 因为冬天过去了 那个冰块都解冻了嘛 所以呢 如果俄国那边撑不住的话 真的对他不利的话 他会不会搬出核子武器 还是有其他动作 还是说俄国内部有人把普丁干掉 或干嘛 不知道 有很多不确定性 乌克兰战争一个 那如果真的乌克兰战争恶化的话 可能影响能源跟粮食价格 可能通膨又会走高 这个有很多的不确定 这样子 所以我说上半年是乌克兰 下半年是台湾 贯通全年的就是美国升息 这件事情贯穿全年 所以不确定性很高了 就是说很难去具体分析 做猜测 不确定性真的非常高 非常谢谢吴家朗老师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 谢谢 所有小军团plus锁定 吴家朗老师 这个国际证金传家 带来这么权威的分析 非常谢谢吴老师 其实每次录影到最后 我都忍不住要谢谢营幕前 不管你是在美国 你在加拿大或在台湾 不管您在哪里 在营幕前正在收看节目的你 不管你是每个月赞助 我们100块钱的会员 还是300元1000块钱或3000元的会员 我发自内心的有种感谢你 我跟团队一定会好好善用你的每一分钱 把它发挥到最大的效益 一人难挑千金蛋 众人能依万座山 有心就有力 我们一起加油 永不放弃 我们再会了 你来吃我们的东西 我们的东西都 我怎么 我都得你了 我都不得 我都没有放弃 这东西的东西 我你说我八百四百了 你吃饭了 我你说 太小铅了 我怎么拿着 我怎么 你怎么来这种东西 没有啦 大家也来这 我从金融银退下来以后 就开始遭遇到 这个所谓的食安的问题 那就开始呢 第一名店的话呢 我就进口 找到日本最好的食材 名字起第一名店呢 其实是因为我追求卓越 搓aa 令这个ити�� 才花 聊天 有 Maur 没有 聚意 从 steel 好像 在初场 我们 哈 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